之前那一場就相當之好打得 我們有一個有請問一個遊戲的 問題就是問 如果在香港站是正出的話 可以拿多少分呢 一是22分 二是19分 三是17分 如果是正出又被我們抽中的話 你是可以得到大會的紀念品一份的 母劇見到兩隊的隊員已經操作出場了 鏡頭影著就是香港隊的球員 在中間就在賽前大家鼓勵對方 這場就是可以說是本地華人的打比 打比線 那似乎華人就是中國隊這些得更多 香港隊應該有1-2個華人都會上場 香港隊有少許調動 見到郭家信在這場就是line-up 就是主隊出現的 似乎可能教練有些針對性的部署 因為郭家信他體型夠 還有他的兩部就比古神 剛剛收起來了 就比較快些的那個部署 日本香港昨天就贏東外雞 剛才是贏東家 現在是對中國看看怎樣 紀夫啊 大輪之後他可不可以達陣 直指過球旗 沒錯 沒問題了 連日帶方一起攬進去 達陣區的時間 只不過去了半分鐘而已 好厲害 紀夫 哇 香港隊強勢出擊 有種 很有膽識 紀夫 見到了 看慢鏡頭 接的時候有些甩漏 被香港隊的球員 乘機都闊去給紀夫 紀夫看一看外面 沒有人 自己要迫過 其實 但是他很乖巧 做了兩個假動作之後 避過了對方 那陸尊走過來蓋他 已經不夠快了 因為他始終補位 最終 最後踏到博囚當贏了 已經 嘩 幾乎真是 義無反顧 一直往前 一直推 這個達陣區 我看家鐵是不進的 角度就比較偏小一點 但是就 不要緊 第一個氣勢如虹 達陣了才 拿到五分 先不投籌 香港隊 先進去頂心軟 首先 強心針 紀夫處理中線科 開得好漂亮 剛剛過了十馬戰 滴了下去 就是對方的手上 立刻轉過來大位 大位有人多 外面有六尊交不交 忍了一輪 不交 先來幫他手了 立刻惡露 轉了方向 不錯 挺冷靜 中國隊的球員 處理得不錯 轉方向 中間被他過倒 適合他 很多國家進手場 中國隊的球員 很聰明 立刻轉方向 中間突破 哪些隊員 會不會有少許很高 球證 球證 晃晃 就舉了旗 看見一些東西 球證也舉了 說是香港隊犯規 球證現在吹那個 是在鎖裡 在旁邊猶豫 看回慢鏡頭 防徵隊應該是這一下 沒有錯 這個Tackle 這是盤規的動作 現在防徵在說 究竟有什麼事 球證選擇沒有罰他 警告了 噴一噴神仙嘴應該沒有問題 可能有少許損 七老爺當然是李陽 右邊有些忍匯 敵到地上 香港隊 香港隊的球員 在落陸後 開快球 不交,自己過 華洛雲 蓋上來很快 除了成功的Tackle 但是又犯規了香港隊 不放人 兩個犯規被對方進攻到來 這個22碼線 但香港隊的防守線 保持得很好 蓋上來也很整齊 令對方有些心理壓力 造成這個失業 這個防守線 他這樣蓋上來 其實給對方有些心理壓力 對方瞄到一堆黑色衫蓋上來 他就想選擇好了 令到自己有點緊張 受惡失波 幾乎 華洛雲 出了給這個 金 給華洛雲 刀了 人家刀 再設定一次 最後就是希恩斯 肌褲 轉方向 華洛雲 對方撐得上來也很快 外面還有一隻 這樣可以 交給郭家俊 郭家俊夠體力 可以保護到球 有個球 哎呀 肌褲過來的時候有點誤會 那阿摩爾呢 就立起了球 那就變了 有點誤會 給對方呢 就成勝 反攻的好彩 阿摩爾自己補過 好彩 好彩 給到 阿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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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褲過來 2-1 包 希恩斯好彩 做了假身之後 自己在 看 左邊的位置 做了個大陣 阿 希恩斯 我真的為了他緊張 有點緊張 他踢了一下 我怕他跑不回來 誰知道 原來看能力的照片 才好 看白鏡頭 六尊 六尊摺到球之後 都想著自己可以去 幸好他就交身給我們 我們 我們 後手交一波 然後給到華露雲 看到一個 MISS PASS 來到 麥堅 麥堅不在意外面 現在才看到 但已經被人抹下了 不要緊 雖然被人抹下了 然後被人抹下了 被 希恩斯 希恩斯一個步驟 很漂亮 香港隊打得很有信心 一對一的情況下 做了很好的 進行 在比賽中 很重要 你究竟交還是自己過 影響到 每個範圍都能夠進入 或者甚至做比賽 香港隊是兩個 挑戰前 現在是10比0 香港隊將會開這個 中線球 幾乎 幾乎會比較忙 他又要鋪條踏路 又要踢足球 接得回 拚了一圈之後 又拚他不低 讓他走多兩步 加上來很快 但是對方按得更快 有一點點撿雞 球證就說 中國隊向前撿波 變成了 香港隊就會有一個 scrum 這個鬥牛已經去到 對方的22馬線 鏡頭拍著 香港隊的教練 戴利斯 香港隊在控制 折角方面 仍然很好 沒有亂到陣腳 看他怎麼處理 這個鬥牛 頂得住 對方也都範圍 立即開快球了 走了一輪 被對方攬低了 五下線來的 氣韌志 想用體力 過不了 對方包圍著 三個紅色 出球了 很漂亮 這個快手會不會有些向前交球 對 對方 來得很快 那 華魯雲 眼裡 瞧到對方來 就心急了 就不斷打了 看慢鏡頭 阿卓 幾乎引開了一個 這個球 其實交得flag了少少少 真的比較平線了少少 令到對方 蓋上來 有些壓力 如果交深少少 會比較好 因為他間接 將華魯雲 帶了去 被攻擊的位置 切 不要緊 看對方的陣地 這個鬥牛做得很好 可以反擊 中國隊也是這樣說 封球在手 外面有兩隻 很漂亮的手 二打一 沒錯 留給裡面那隻 很漂亮 幾乎補進去 氣韌志 做了這個 很漂亮 但是呢 可惜香港又犯規 在rug裡面 球證呢 拔牌就廢了 他說幾乎犯規 這是第二次 幾乎在rug裡面犯規 因為他第一次蓋著球 第二次呢 又是這樣 所以球證要分到先邊 兩分鐘 大鐘呢 在上半場完畢了 希望呢 香港隊可以搜到 不要飛入球先 你要撥開了 中不中得回 中不中了 一小一個人呢 就被對方 立刻追回一個 拆仔 香港隊 臨底洩氣 因為這個 鎮多彈人小底下呢 緊容易些被人進了 慢鏡 出右邊 再往左邊 來過了兩個 國家賽不容易 有些猶豫 埋去那時候 埋去那時候 他用肩膀才行 其實用手很難拿得住 現在這種緊身衣服 譬如好像教練會教一些 球員 你入球 是要肩膀 入對方的重心 拿到對方的重心 你才可以穿低頭 那用手呢 就比較上 是 密一點了 好 香港呢 就是10比5 領填中國 雙方呢 都是 沒有辦法 贏到這個 加劫的分 好了 我們繼續看這場 這麼緊張的比賽 就是由香港隊 對中國 對中國 在上半場 香港是 10比5 是領填中國的 其實雙方都打得不錯 很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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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隊 開了中心球 有少許失誤 可以出債 變成了呢 將個控制拳 將個控球拳 拱手相應給對方 如果對香港這群球員來說呢 都 不是職業的 但是中國隊呢 運動員的 就可以是職業的了 其實呢 就準備著奧運 因為2016年 巴西奧運呢 就會有這個 籃球賽事了 鏡頭影柱呢 就被人罰到先天的 就是阿基夫了 應該坐多一分鐘 就可以出來了 其實心情也是很不好受的 因為呢 其他隊員在外面拼搏 你呢 就是 坐球監 是啊 很心急的 看著對方 尤其是如果被人壓著來打呢 就覺得真的好像 對不起隊友 特別是那些起到作用的球員 那剛才說呢 就是說呢 中國的球員呢 他們呢 現在是職業球員 而香港的也是職業的 那所以呢 其實那個 技術分野呢 可以說呢 越來越拉近的 因為中國呢 就是進步很快 那 但是香港呢 就是 縱指他們是 有以前 有根基 有底子 但是呢 始終你練球時間 不夠人多 沒錯啊 這些真是一分前一分過的了 你一定要 每天練 看中國突破 後手交 有沒有一點點 向前交球 球證吹了 沒錯啦 向前撥球 這個防守是成功的 因為蓋得快 還有呢 這個招牌呢 他入得很厲害 那令到對方呢 失債平衡 交不了球 中國呢 中國呢 就是 有滅色方面 就犯錯了 中國四次 香港呢就是兩次 中的隊員現在人多打人少了 其實呢 應該要趁這個機會呢 拉開比數 拉不開呢 基夫出回來呢 他沒有償數 阿波出回來 阿基夫出來了 阿基夫出來了 現在七打七的啦 裡面 有沒有人幫手 阿FLOAT到華老雲 還有一個 自己去得啦 第二個被人拉低了 不要緊 出球出得快 基夫接到啊 郭家俊 出來了 郭家俊 出來了 有沒有人家的聲音功 喜忍士幫他清人啊 郭家俊 好 基夫走慢 到達了 他慢一點點 他有一點猶疑啊 但剛才舉了手 是中華隊的拔球 還要進他過來 林袋喔 那麼拔了呢 中華隊10號的球員 就是王家成 就說他在Rug裡面呢 就是 犯規的 剛才沒有很明顯示意 是犯了什麼規 如果一會有機會 我們來看看 基夫處理這個拔球 向前踢 不用心急 五分就是一個大陣回來的了 來右邊 麥堅 自己在脫下 看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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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 還是停下來 幾乎拿出來了 外面有四位球員 這次 錯過了 那次 自己去吧 沒問題啊 握個腳握不到手和肩膀已經進入白晨區 香港隊領前度就是三個try 那穩不穩陣? 還未穩陣 你都覺得還未穩陣? 還未有三分多鐘 你看到剛才這個葡萄牙隊 在下方場一進來就入三球 兩分鐘之內的時間還要三分多鐘 這次看回晚鏡頭 拿到他的腳沒用 因為郭家鎮很大一隻 他的衝力也很大 如果兩分鐘之內真的可以分很多東西 七人合作無辜時 現在看香港隊 很有自己的救護命 在下方場尾段 以為已經有三個try 就很穩陣 可以放鬆 絕對不可以輕敵 基夫 中國隊球員接得好穩 一位球員過來幫他手 似乎不是很穩陣 不過他亦都給了很大壓力 郭家鎮出波 中國一輪過不過刀? 剛剛進來的就是馬克雷 馬克雷很開心 這位剛剛進入香港隊的球員 對 我看到原場觀眾和馬克雷一起 起勁跳舞 對於馬克雷來講 這個入球很有意義 有她第一個 也都是在香港自己主場入球 我再同樣問你一個問題 現在進入四球 達陣 穩陣 穩陣 都穩陣 開始穩陣 看回大中 因為時間越來越少 分幾鐘 沒錯 沒錯 你看到馬克雷一邊 一邊笑著口 一邊進入大陣 很開心 很值得恭喜他 恭喜他的 郭家鎮這位球員 鋪橋達路 好像很不顯眼 但他在背後做了很多事情 哎呀 球證就說是香港隊的球員 碰到向前跌球 剛剛入球的球員 還有黑雷 很精神 很有士氣 香港隊的防守 中國隊在自己的後場裡面 有一個scrum 刀牛差不多 我看他們的力量 我相信要在裡面的技巧 例如一些招數 拉拉扯扯的時候 希望中國隊和香港都要鬥這些東西 好 因為力量差不多 出下來OK 兩邊控制都 想越踢 還可以來多一個 有機會 好厲害 兩位在下半場 入氣的球員 都有入球 這個就是李宗斯 李宗斯 猜不到香港的表現 今天真是 令眼神開 又是這位球員 第一個職業生涯的第一個答案 也是香港自己主場的答案 看回晚幾頭 其實燈河出來是OK的 但陸專 這個穴踢的角度低了 當然 李宗斯本身的身高也很高 六尺棋 被他蓋了下來 自己拉 叉燒吃了 這個真的是 如果香港贏了這場賽事的話 其實應該實績沒有牽牙 即是說 在小組 他們是三戰全勝 變成九名出戰 是啊 恭喜香港隊 大中已經完了 看到他們笑得很開心 我看到 阿師兄你也是非常欣賞 這個神情 亦都說得很興奮很開心 沒錯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打擾